感谢上天降下甘霖 这真是一场吉时雨 我们非常感恩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想亲自担任一个 大家心中理想的立法委员 在我的认知里 立法院是民意的最高机构 它应该是我们国家 最明智最坚毅最有见解 也是最懂得人民心声的地方 在立法院我有非常荣幸 认识各党各派的好朋友 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也非常的值得我敬佩 但是他们披上政党的色彩 进入国会之后 我也非常了解 他们的困难处境 政党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支援 但是当他们在执行 立法委员任务的时候 政党也给了他们 有很多的限制和包袱 政党给你的好都是要还的 我出来参选也要还 也得还 但是我要还的是中正万华的人民 我希望能够和各位选民一起打造 多彩多姿的国家 我希望能够把新的生命力 新的活力注入国会 我承诺 我将把人民的声音带进国会 最后 容我再强调一次 现在的国会 是属于政党的国会 它已经远离人民了 请 请 把蓝色还给苍穹 把红色还给玫瑰 把绿色还给青草 把白色还给刘云 把国会还给人民 把幸福留给台湾 我是余美人 以上是我的参选声明 谢谢大家 我非常谢谢我台中的好朋友 小五哥 谢谢谢谢 你们昨天就来了对不对 好 谢谢谢谢 老朋友当选 好 这是我们于美人平原三区 弱势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谢谢谢谢 我刚好有篮子可以放 好 好 那么我知道 这个非常多的媒体 大概集中两个问题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问题 先 很顺重的 然后清楚的说明 我刚才的参选声明 还有我接下来回答的这两题 我都会有逐字稿 发在我们媒体的群组上面 方便大家阅读 那么第一题是为什么选择中正万华 是吧 对不对 好 你要不要 好 我尽量讲快一点 我的小编是万华人 在疫情期间 我要给他送饭的时候 他坚持不肯 他怕我们进万华受到感染 这样的自制 跟善良 令我感配 我也是 我也是从这里开始关注 认识中正万华 我学的是宗教 我发现 中正万华 有这么多元的信仰 还有多元的文化 却能够彼此相容 这是超乎我的想象 所以我越了解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复杂度跟特质 就越吸引我 与其说 是我选择了中正万华 不如说是中正万华 召唤了我过来 这是我第一题的回答 第二题 我先下一个标 因为我怕你们不知道怎么下标 叫做 为什么是万中选一党 万华中正的一时之选在这里 所以万中选一 这样懂了吗 好 很多人又在问我 是什么党籍 那我想给我一点点时间 让我说一下 我们现在谈的五党籍 其实这三个字 也是政党意识下的产物 现在的政党和选民 在看五党籍 其实它也变成是一个党派的概念 但是对我而言 我是连五党籍 这样的名字 都不愿意披挂在我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问我是什么党籍 我宁可说 我是万中选一党 我这样讲 是有我的理由 在我的心里 我是赞成政党的存在 它是必然的 也是必须的 我有非常多优秀的成功 从政朋友 他们都在不同的政党里面 他们也都是我所敬佩的立法委员 但是当政党的利益 和国家的利益 冲突的时候 我那些政党的朋友 他们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要站出来讲 把国会还给人民 我希望不是还给政党 这个利益是要还给人民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确认我心中的答案 是否存证 因为我想了很久 我如果没有花这样子的时间 来自我扣问 我没有办法站在这里 跟各位回答 否则大家对五党籍的概念 是反感的 觉得是狡猾的 是要来吸纳所有的选票的 这也是我特别想说的 因为我认为政党应当要存在 但我更相信 政党经过这一段时间的 扭曲操作之后 请问政党到底是为了 党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 到底是为了短期的任期 还是国家长远的政策 他们已经混淆了 我认为政党自身 不会修复自己的缺陷 要靠政党之外的力量 来督促他们 所以我选择这个位置才选 我怕我说了这么多 你无法下标 所以我只好用万中选一 万中选一党这个名称 好不好 我用这样子比较柔和的方式 来表达我背后复杂的考量 我是多么多么慎重的 才做出这个决定 才有这个勇气 能够站在这里 发表我2024年 参与中正万华 立法委员选举的这个声明 我要再次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对我的耐心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我帮你拿好了 乖 可以问题 可以问问题 因为我刚才是想说大家 他们要赶快回去下班 后面不要有人好不好 后面后面 后面就要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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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可以 我帮他拿 后面就要站人 你们控制一下后面 原姐您演艺界的工作 做得这么好 怎么会想到要来选立委 然后之后还会再继续 组织艺能界的节目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谢谢你 我觉得选举应该是一个日常生活 只是台湾把它变得非常的稀奇 所以呢 我的工作还是不会停 那么 因为我还有 我还是一个 在职场上 我有合约工作的精神 我也是一个女儿 我也是一个母亲 这些角色都不会有所改变 对 谢谢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昨天在里面上有发纹 昨天有发纹 这个花木兰重居 很有感觉 是 因为我想说花木兰重居 与美人重镇 听起来好像还蛮搭配的 那这也是我的马 那这也是我的马 我是周外辈 替辈 替辈 好 我刚才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做一个解释 本质当然是五党籍 但是这个五党籍 我心中的五党籍 跟我们被已经这样标签化的五党籍 不太一样 所以我刚才才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一个说明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不懂 我们就继续问 继续讲 讲到大家很清楚明白 好不好 谢谢 各行各业都有跟我联络 各党各派也跟我联络 因为呢 我有很多的朋友 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大家各党各派的朋友都有 那如果是你心目中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联络 跟那种桥 我没有 谢谢 因为他再来说 希望可以团结 借给团结力量 那会跟他团结 我 重点是 我们要团结在什么样子的目标底下 这才是我特别特别想讲的 ok 有没有跟政坛上的谁去做情谊呢 呃 非常的多 我回家列个表给你 好吧 因为我如果 我真的非常的多 我如果讲了A没有讲B不太好 哪一台 好 你都不好 不好 给他一张list 一定给你 一定给你 另外想问一下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担任那个新民党的那个总统的发言人 对不对 那当时候结束之后 有说其实很后悔 也认为说政治这个水 是很深的 那怎么现在又有这样的转变呢 所以我才会说 我经过长期的自我反复的扣问 那么 呃 我也 很知道说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呃 因为我经历过那个 经验 对 所以 呃 最后是确定了 那么 呃 我才做了这个决定 对 我不是一时头疼脑热 做这个决定的 好不好 应该这样讲 我的直北针 告诉我 北方在哪里 但是 我的直北针 没有告诉我 往北方的路上 我会遇到多少的坎坷 我会遇到多少的风暴 我现在所想到的 所有的攻击 搞不好都是将来我要遇到的千倍跟百倍 但是 我的方向很清楚 我的方向很明白 我就是勇敢的朝我的方向一起走 如果各位选民 认同这个方向 请跟我一起走 谢谢 而且想跟你请教 就是说 愿你的支持搞出 比如说 然后把白色换给你 那白色 一般人也大多人 就会想到 就是 柯竹鞋的这个颜色 那你意思是说 就是你去这个地方 那你会跟柯竹鞋 是合作关系的话 还是怎样 我昨天晚上 就在想 你们会问我什么问题 所以呢 我的体库有力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行 我不是总批发 也不是总代理 所以每一个政党的理念 我认同的是 它单一的议题 请不要把我包裹式的 丢到一个人的身上 这样子有回答你问题吗 好 所以我重视的是 它的议题 而不是它是哪一个党 如果有人谈和平 那就跟我的理念相同 如果有人能够专注的谈能源政策 那也跟我的理念相同 我重视的是它的议题 不是它的党 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政党 它谈的是人民要的 我就会为它站台 我并不是要来跟政党为敌 而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各自阐述自己的理念 用理念说服别人 不是用颜色压迫别人 所以呢 当理念相同的时候 请问我有什么好分的 不是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 我指北珍给我的方向 这样明白吗 谢谢 为什么他们要躲在那么后面 对不对 对对 对对 哦 要不是用我们的 在這裡面繞 我們一定會非常尊重我們朋友的選擇 我們相信我們的朋友他做的選擇是他經過思考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相信 我也相信我的朋友也會支持我做的選擇 謝謝 沒有跟我說什麼 珊珊有這個在美國 等他回來之後 我們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夠給他加油打氣 請問一下就是參選之後 演藝圈能夠買一個藝人給你幫你加油嗎 是不是有什麼建議或補助 因為我昨天才宣布 所以呢 昨天我剛好在錄節目 所以還沒有來得及跟演藝圈的朋友做一些說明 然後他們比較看這個娛樂新聞一些 所以政治新聞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 這一題我也會 都還欣賞 還沒follow到 還沒follow到 對 差不多了 好不好 接下來會請答哪一個議題呢 好 這個議題呢 我必須講說 中正萬華這兩個選區非常的不同 那麼可能要給我一點時間我來回答你 而且我也希望說 我現在開始要跑基層 我收集兩個月之後 我的回答才會比較精準 聯合報嗎 我一樣回答你 好不好 美恩姐 美恩姐 美恩姐想跟你請教 因為你今天是穿這個白色的衣服 那你未來會不會希望有白色的色彩 就是幫你來戰爭 之類的 就是希望國民黨他們來議題 讓你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以武黨制度來選擇 這題你應該問其他的政黨 因為我的立場已經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OK 北方在那裡 好不好 願意跟我一起往北方走的 歡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日後還有機會 好不好 日後還有機會 好 因為你聽到花木蘭重軍 那不知道你當時會 是 是 這個我們一定要回答你 好不好 但不是今天 謝謝 謝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